继上周四岁的男童确诊死亡后 香港又有一名三岁女童确诊新冠肺炎病逝 成为香港自疫情以来最年轻的死亡个案 一周两名幼童死亡让不少家长很忧心 周军平良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 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通面的医院外家长带着幼童在户外帐篷等待入院 另一家医院同样有小孩在隔离区等待副业 由于公立医院的隔离病床使用率超过九成 只好在医院外设置的帐篷分流站 不止幼童香港单日还新增了一百多名的医护确诊 人手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一定是很大影响的了 一些非紧急的服务或者一些预约的服务 因为暂时现在疫情的严峻 其实我们有调整了的 所以这些措施就希望集中人手去处理我们一些急症 或者你提告那些急需要做手术 疫情如此严峻 特首办医领职员快筛呈现阳性 政务司司长帮佣也确诊 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还是摘下口罩为人诟病 她的理由是 香港连续五天每天新增上千例 北京已经下达指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以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并要各部门和地方全力支援做好防疫 TVBS新闻张志明 陈向如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